主持人董青曾连续13年主持了央视春晚 然而和辉煌的事业相比 他的感情却是一搏三折 1973年董青出生在上海 从小父母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 时间过得很快 董青已经18岁了 他不顾父母的反对 考入了浙江职业学院学习表演 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话剧团 21岁那年 董青的事业迎来了转折点 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 董青本来是陪着一个朋友去参加面试 自己也顺便报了名 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从此董青就开始了他的主持人生涯 辉煌的事业背后 陪伴董青的是无限的孤单与凄凉 那个在春晚上给千家万户带来欢乐的董青 私下里却非常的孤独 他的身边不是没有另一半 而是一路走来 感情生活总是不顺利 在上大学期间 董青喜欢去西湖边的一个书店 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不过校园恋总是那么美好 却又是那么的短暂 随着两个人毕业 这段感情也就结束了 在东方卫视期间 董青认识了一个男友 这个男人有点大男子主义 最终因为性格不合 两个人分了手 在上海第二台工作期间 董青得到了导演黄辉的很多帮助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 随着董青掉入央视就结束了 到了央视 董青很宠败成前 经常向他请教主持方面的问题 慢慢的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 并且开始了长达五年在一起的生活 虽然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但是两个人的事业心都很强 到了2007年 他们还是分手了 经历过几段感情 董青似乎对爱情没有了奢望 一直到蜜春蕾的出现 两个人是在一次聚会上相识的 蜜春蕾是很多家公司的董事长 和董青恋爱前蜜春蕾已经结过婚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不过董青并不在意 2014年 两个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回后 董青为蜜春蕾生下了一个儿子 不过 因为儿子的身份是美国国籍 董青一度被推上了热搜 遭受了很多的非议 对此 董青是这样解释的 爱国跟接受美国教育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